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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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中华南岛地区收听望春风公布电台FM89.5 台南嘉宜昏林收听家露公布电台FM92.3 台南高雄冰冬收听快露公布电台FM97.5 朋友地区请收听风声公布电台FM91.3 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我们文化总会 换新庄要打量台湾的能见度 文化总会就是刚刚在考虑会长是不是总统 有一个小小的纷争 不然我们总统丹在我们文化总会会长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们中华文化总会 我们的副秘书长张铁智 铁智兄你好 主持人好委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历史上的今天 大家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报告 我们在169年十月成立 印度民族主义领袖甘地 甘地是这样印度 脱离英国的殖民地统治 所以让印度独立的一个 向他们的精神领袖 再来呢 在1925年 民国14年 倫敦呢 向有名的这个 红色双城公车 开始营运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我们刚刚台本 四大运 我们的台湾英雄台邮行 这个邮行 原来我们文化总会版的 是是是 刚刚有这个双城巴士 给我们的双手 很多啦 和我们今天的主题 让我们稍微看关系 这在1925年 差不多是90年前 就有这个双城巴士 啊 再来 李康康庆年呢 民国九十六年 南韓的总统 鲁武炫 啊 刚才 带他的夫人 一步行的方式 跨过这个南北 这个三十八度线 南北韓算三十八度线 这为了我们历史上 在十月赛日发生的事情 啊 这个 文化总会 哈 坦白说前天 昨天这个 为了会订的事情 是不是 我们的铁字上 怎样有 参加到 啊 这来龙去妹 到底是怎样 是这样喔 我想这个 一般的台湾的朋友 对文化总会都 很好奇 也不太 因为他有很复杂的 这个历史的渊源 大家都知道 本来是1960年代 嗯 当时的蒋介石 因为这个 中国那边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他搞了一个这个 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 哎 那我们这个伟大的蒋公呢 他不喜欢自己 好像要怎么样 所以他就 让民间拱他出来 做这个委员长 嗯 所以这个组织 他就是说 他其实是个民间组织 大家都以为说 总会是不是一个 官方的 或是半官方的 或者基金会 其实都不是 他是纯粹民间的组织 嗯嗯 是一个社团法人 那当然后来 在过去几十年 按惯例 按一种默契 就是由总统 来担任他的会长 嗯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组织架构是 还是会员大会 就是一般社团法人嘛 嗯 所以会员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 那有选出执行委员 然后再选出这个会长 和副会长 好 那所以之前呢 我们李登会总统 陈伟扁总统都担任会长 那在马云九总统的第二任 就是由刘兆玄先生 从卸任新院长担任会长 所以去年520之后呢 我刚说了按默契来说 好像大家应该让给新的政府 来直接 嗯 这个来任命这个文化总会 但是当时 刘院长他们就 因为继续要做 对 但是这实际上社团法人嘛 所以也也也 恭喜他也是这样子啦 因为这是民间团体嘛 对 法匠也没有违反啦 是啊 但是后来当然 后来很多的执行委员 包括当时王津平院长啊 很多的企业家 他都是执行委员 后来当然就这个 还是顺利的举行了 在今年3月9号 举行我们的会员大会 那顺利选出新的一届的执行委员 那以及选出新的会长 和副会长 分别是我们蔡英文总统担任会长 陈建仁副总统担任副会长 还有一位 我们有两位副会长 是台湾大家非常敬重的 从党外时期的新闻的前辈 江春南 司马文武先生 是我们另外一位副会长 在捧场上都有些评论 是是是 很出名的 所以 其实这个文化总会 因为很多条件没有可能 搞不清楚 所以更请我们铁志兄 先跟我们条件没有说 这个文化总会的来龙去面 他之前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时候 对啊 那当时 政府改租 他就想说蒋宗正 他就想要用一个文化复兴 其实这个委员会 当时的委员会 应该是算半官方机构 一般就是说 博会就是民间的嘛 政府有政策的委员会 也有半官方的委员会 所以当时成立的时候 应该是算委员会算半官方的 OK 博会到一旧旧控制 才开始用作文化 文化中会 就变成博会 博会这就算是社团的社团法人 是 到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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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 文化中会 是 不然 不然 不要叫这些委员会 改变中华 文化总会 是 所以这 定名称的部分 应该也要不再改了吧 暂时啦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总统刚接任的时候 就已经宣布 暂时我们不会做这个改名的举动 真的啦 其实这个中华 这两个其实很敏感 所以我们都 就叫文化总会就好了 太简单了 这事实上是没有改名的 我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 其实我跟 我其實台灣我們本來的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導立的國家 但是我們不應該跟中國說一定就要這樣攀一面相看 所以在這個交流的部分我是認為說也是應該要繼續交流 是是是 畢竟中國跟台灣雖然是不一樣的國家但是屬於這個憲罪 完全是同樣的 我們台灣在我們住民以外大部分很多都從中國那邊過來 所以我們也不要一定要去拜託說憲罪的問題 我覺得也不一定有必要 很贊成 所以這個中華 不好意思 你說 中華應該就是剛剛提出所說 中華這應該是怎麼目前看起來是不改這個方向 而且就像這個委員說的 其實這個華人文化本來就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400年前移民大家從中國對岸來 但是當然而且我覺得就是華人化也不應該被中華民國國所壟斷 我們其實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文化的傳統 然後很多過去從福建來的文化 其實在台灣都長出新的生命力 也跟現在中國不一樣啊 所以雖然可能同樣都有一些華人文化 但是其實我覺得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 有不同的地方 新加坡 馬來西亞都有很多福建廣東的移民 但都已經是生長出自己國家的特色對不對 所以也不用害怕說 中華文化好像就是沾染到它就會怎麼樣 對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比較不同的看法就是說 中國其實是生意北斗的問題 對啊 你像英國齁 你比如說像加拿大 或是澳洲 他們這個已經都是獨立的國家 是是是 那他們所謂大英國學的一部分 所以齁很差別齁 他們現在說你要入這個澳洲籍 或是要入這個大籍 他們要宣誓 宣誓效忠英國而已 是齁 齁 所以其實這很差別 就是說 你北斗的用來看齁 那就是台灣給你一個國家 那新加坡也是有75%的華人 是 也是算可以做我們類似這個 一個 算同一個華人的聯盟 齁 齁 啊當然這他們現在還不接受 我們就 對啊 我們的意見也是要表達啦 齁 啊他們的意見當然到時候看書版書 所以齁這華人的文化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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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推动的 整个文化列车 开到马来西亚 宣传我们台湾的文化 这叫做艺术卡车 秀台湾 这个部门是不是 请我们铁智雄 给我们 简单给 听着名字报告一下 我们刚刚才 从马来西亚 槟城回来 就是这个委员刚刚说的 艺术卡车秀台湾 主要是这个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呼应整个 总统 我觉得这些新政府的南向政策 我们希望文化很重要 所以去 希望去东南亚做文化交流 第二个就是刚刚所说的 中华文化总会 其实世界华人分布在很多的国家 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跟政治特色 说明也很希望 跟不同国家的华人 做一个交流 所以当时就选了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 其实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华人 那特别是槟城这个地方 他又是以福建的移民为多 所以其实跟台湾文化很亲近 过去他们受台湾的流行文化影响很多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听 比如说听陈铭章啊 听很多台语歌曲啊 所以其实有一个文化亲近性 可是毕竟是一个东南亚国家 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去交流 那第二个 就是说从文化的内容上来说 我们主要是第一个 跟指风车去台湾合作 所以带了这么一个 所谓艺术卡车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卡车 可是会转身一变 就像变成一个野台 变成一个舞台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梗 大家都很有兴趣 卡车怎么会变舞台 而且这个卡车呢 指风车过去 用这个卡车 到了台湾上百个乡镇 把这个欢笑带给很多的 偏乡的很多乡镇的朋友们 我们觉得他很有台湾的这个 好像负载了台湾各个地方的文化风情 所以带去是很有意义 另外呢 我们这有邀请了四个表演团体 是分别是九天民俗集团 第二个是严永能与打狗乱歌团 在高雄的 对 关高雄 对啊 还有台南的这个我们谢明佑老师 今年刚刚拿到金曲场最佳台语歌手 还有一位呢 是比较是所谓独立音乐的女歌手 郑怡农 很受欢迎 她爸爸是郑文堂导演 所以这四个团体呢 其实各自代表台湾不同的音乐风格 甚至我们考虑到区域平衡 有北有南 甚至还有不同的性别 就是觉得这样一个多元性 很能代表台湾的文化 所以带去 结果其实在那边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这两天 第一天我们场地小一点 一千五全满 第二天就有四千人也都全满了 所以非常受到那边的朋友的支持 而且我们都是在最主流场地 我的意思说 我们不是只是宣伪侨胞 我们真的是希望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交流 让他们看到台湾新一代的这个软实力 台湾文化的创作力 其实我去马来西亚去过两岛 去冰城 我也都说台语 对对对 大部分可以通 只是有一点他们会混着那些马来的那种 就是说 我们听这没有可能 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冰城 这个所在很趣 他的语言很丰富 你说台语 说普通话 潮州话 潮州话 广东话 客家话 对对对 他们真的语言有很丰富 是是是 所以这个所在刚才我们去提供台湾的文化 你像台语歌手包括翁立尤在那里有很穿的 他那里有很穿的 我刚才去就不可以去唱KTV一下 对对对 放台语歌来穿 你像这个歌什么没分香 我问天 他那里有很多 对对对 所以马来西亚其实跟台湾算很接近 是是是 所以 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的艺术卡车秀台湾 去到马来西亚那里 我在想就说 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不是会去第二个地方 还是说我们去另外其他的国家 继续来推动我们这个艺术卡车秀台湾 这一次其实是我们第一次 所以当做一个试点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很复杂 要把那个卡车运过去 是不简单的 在当地有很多各种的细节 行政的资源 议庭软体 所以其实蛮复杂的 因为大家要做的精致嘛 不是说卡车真的是野台 所以我们整个灯光影响 都是蛮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先就这一次的结果 想说再评估看明年有没有更多的机会 甚至说是不是整个政府 不同的部门 大家一起来愿意推动这个 用卡车成为台湾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 所以这个都还在规划跟评估当中了 而且这个车恭喜的 我们是跟紫空车界的 人家还要用啊 所以贵金到运回台湾表演 至于这一次我们都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 甚至我们也台湾的一些观光单位 都有跟我们邀请 说是不是在别的地方 甚至东南海以外的地方 都有一些邀请来了 这个我想我们都会在评估当中 因为他在文化的角度 你像紫空车 特别说紫空车全国 三百几个兄弟企业 是是是是 他差不多都用在沼头了 所以 去到我们南部地区 大家都很欢迎 对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 我还想到我们台湾的母台车 台湾的我们南部很多 我知道 就是分散喜庆 尤其是表演的所在很多母台车 是是 也细节走 我在想全世界其他国家可能没人像我们 是是是 这个部分 我觉得如果可以用一个我们台湾的敌散 还是说 在做我们的 那个 要进攻东南亚的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也可以考虑 把这个母台车握销去当南 所以不管是艺术卡车也好 还是舞台车也好 是是是 其实我们台湾 如果说 因为要打去东南亚 在了 经济啦 産业啦 文化 各方面我们都可以努力 对对对 所以是不是有机会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修课一下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等下 更请我们的帖子兄 我们的文化总会 我们的副秘所长 来跟我们 又 报告就说 我们的艺术 要进军东南亚 配合我们总统的政策 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向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台湾主持人 高雄秀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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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有时间来我们快乐电台 还有我个人的FB 吃个赞 做会替我们台湾加油 我们现在邀请的来宾是 我们中华文化总会 我们的副秘书长 我们的张铁智 铁智兄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打广告 也去我们的FB 按赞一下 哈哈哈哈 中华文化总会 FB 吃个赞 多谢多谢 这个艺术卡车 跟我们的台湾的舞台车 我觉得有机会 是不是可以申请专利 是不是我们可以去 不去东南亚 在文化以外 在我们的三个 还可以创造我们的商机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都很有机会啊 就是说 透过我们把这个车带去 也许下次带五台车 让大家看到 这个车其实 很有魅力 很方便 去到那边 车开开就可以表演了 对我们当时去做这个 还有一个想法是说 我们要带台湾的表演艺术去 我们不想只是在 专业的那种场地 希望在广场 希望跟民众更多接触 希望老少嫌疑 所以当时觉得 要把台湾这种野台的 这种感觉带去 所以才会用这样的车 所以我觉得 下一次用委员 刚刚介绍的舞台车 我是觉得很赞 所以铁智兄可以研究一下 全世界 这是我们台湾 独一无二 走透透 是不是可以再 新增世界的转利 对我们台湾一个三件 如果我们先 冬南亚去冬南亚 和我们的红透 红胸 要同 要同 这些我们可以先 跟冬南亚公立 就相应 蔡英文总统 我们的 新南向政策 是是是 当然这个 如果可以 其实台湾要建立自己的平白 所以这个舞台车 不得可以赴一个名 叫做我们台湾的平白 对 要用我们的文化的角度 可以输出一下 是是是 所以文化中会 其实很多 听这种朋友 可能 过去 比较不特别的印象 我也没有 过去 比较不特别 比较不特别 因为我们都想 这些都是冬风 都比较保守 所以 我们现在说 文化中会 換新衣 就是 对我们民进党 我们川英文总统 就顺利做我们的会订 是 副总统做副会订 江春兰前辈做副会订 对 现在 我们的文化中会 是不是有一个 新的气象 要带我们台湾的文化 这样四季 这样糟糕 也把文化 提供去世界 所以 包括我们进这个 世大运 世大运这个 游行 也是我们文化中会 来承办的 是是 所以 虽然世大运有一些 小 衝突 是 当时 其实他们说这些人 好拍理文 当时 这个 年改团体 在抗议 和世大运 务到 这年大 我们现在 再重新 那时候 如果没有这样 发生 这个小插曲 虽然这个小插曲 我认为 这是 对世界来说 选手来到这 让他们有一个 恐怕 这是我们台湾做不够的 所在 所以 后来你看 警察局长 因为这个 原因 拒掉 但是 对另外一个 反向思考 如果没有发生 这个事情 世大运的票 不知道 我同意你 其实 包括最后 你就发生的事情 最后大家一起进场的时候 那个感动 不一样 如果顺利进场 好像没那么感动 但最后所有人一起进场 那个感动都加倍 对 反向思考 这件事 都有一好 没两好 刚刚好发生的事情 不然 世大运这次 票没很好 是不是 我怎么有 那些关系 会带你来研究 出名出名 中共一句 虽然头前有 发生这些小插曲 不然 台湾这次表现 表现得很好 是 金牌 台二十几地 都种的奖牌 我没记得 他算几面 但是 算性质都很好 所以这个世大运 英雄游行 也由文化中卫 要宣传一个游行 文化中卫 文化中卫来承办的 不然大家看到这个 那些老的气氛 办得很好 也对文化中卫 再加一个印象 这个办事大运英雄游行 这个部 是不是我们帖子 想给我们 报告一下 这个办有什么艰苦 有什么趣味的地方 这个 我先讲 回答主持人上一个 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 非常好 文化总会 幻星山这些事情 的确是 就是说 过去 坦白说 我们都觉得 这个文化总会好像就比较 神秘 神秘 冷衙门 他不是非常熟悉 那我们这个团队接了之后 我们秘书长是林景昌 那我们有另外一位副秘书长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同事 李厚庆先生 李厚庆本来是民进党媒体中心的主任 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 一个长期的政治工作者 那当时我们就希望文化总会 可以真的是为台湾文化做事 所以包括我们蔡总统 在接任会长的时候 他就宣布了文化总会的三个使命 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要跟台湾本土的力量 在地 在地的特别是社区的力量 这几年社区需要一定很收益 社区力量很多年轻人返向 社区力量很强大 然后我觉得年轻人的这几年文化创意很强大 你看世大运的开幕 大家说都很赞 年轻的表演艺术 这个是我们希望文化总会 可以去支持这样的年轻的创作者 因为文化软实力 我觉得是台湾很重要的部分 那第二个当然是说两岸交流 我们还是很有善意的 刚刚委员也说了 总统也说了 我们还是很有善意的 希望两岸有一定的平等尊严的文化交流 第三个就是说 台湾走出去 重新打造台湾文化品牌 跟国际接轨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文化总会的三个方向 那到现在为止 从三月到到现在半年 我们的确就是说 希望查亮整个招牌 这个不是个比喻 是我们真的换一个新的招牌 真是大楼外面的招牌很漂亮 大家可以来看看 后面的找了 这个大楼是旧的 后面找了年轻人做了涂鸦 所以就希望是可以年轻化 那我们一楼的一个展览空间 等一下可以再聊 但是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走进来 不要觉得这个是神秘的地方 一楼这个展览 就是希望让年轻人可以走进来 至于委员刚刚问这个英雄游行 这个主要是我们另外一位副秘书长李厚庆 他主导这个业务 那整个来说呢 就是说当时就是说 我想世大运要结束之前 大家都觉得说 其实有个很好的气氛 难得就是希望创造一种 台湾新的体育文化 怎么样可以给这些这么辛苦的选手 真的是好好的鼓励打气 所以当时就总统指示 就办了这么一个游行 结果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计划是我的另外同事负责 我是个人非常非常佩服他们 在四五天之内办出一个非常成功的游行 实在是很不简单的 那重要的我觉得是 今天真正的英雄是这些选手 我们一定要给台湾这些打拼的选手 说实话我们体育制度委员也知道 有很多过去很多的问题了 所以今天这些选手能够这样的成绩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嗯 所以那天的游行 我怎么去看看 我是没有整招都走 我怎么去看看 主要就是说有经过管前路这 英雄谷那地方 英雄谷这 那些所在的模仿纽约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纽约英雄谷 管前路英雄谷 是是 鐵子兄给我们简单做一个 解释一下 恭喜啦 我们看到那天这么多人 本来就担心几天之内 就在几天之内筹备跟宣传 嗯 你怎么知道会有多少人 嗯 结果真的那天看这么多 然后很多企业很多 包括那边银行 大家都自发性的出来 嗯 当然我们是从纽约那个时候来思考 来学习 就没想到台湾的朋友们 台北市民朋友们 这么的热烈的支持 说实话是真的很感动 那整个就是那两边都高楼 对对对对 整个人潮在整个这条路走去 那现在两边做的彩带 那些金色啦 银色的彩带 那些对天顶 这样都落来 齁 那感觉齁 你如果站在那个乙母车上头 哈哈哈哈 你比较有经验 双城巴斯 是是啊 那这个公企业立场头 那么感 estas简缺的 那个能夭端和气纹 那真的让那个友Canção参加很感动 对对 就是说他们在我们这个 小大圆的表现得这么好 lors乙台湾也把这个友台区 把我给我们ke 洋打了那么别搭 哦 所以哈 所以噢 这儿四大运这个英雄游行今天伴 segunda 大家伴侮了 对 所以让我们再改变 Pside 这就是我们文化总会伴的 哈哈 Princess 這齁 讓我們文化總會就說 對現在我們川英文總統 淹來 我們文化總會真的有一個新的感覺 換新衣服 後面 也都要加財會 一樓 讓大家做一個典籃場 讓大家進化那些可以很親近 第一 就是說我們 台灣的 我們國地啦 國管市的朋友來到台北 就有時間來我們文化總會 走走看 我可以幫大家推薦小旅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常去 其實那一帶很棒 可是大家可能很少去 文化總會的地址 在南海路跟重慶南路口 也就是植物園旁邊 隔壁還有一個什麼呢 228國家紀念館 這個228國家紀念館 本身就是個老建築 當年最早的日據時代 那時候審議會在那邊 所以是可以去看看228紀念館 認識台灣歷史 植物園散步來文化總會看宅南 附近還有南門市場吃小吃 所以非常的好 可以做個半天小旅行 看天南公園遊行 看日禮拜的歷史 對 再來南門市場吃一個當地小吃 著名的滷肉飯 金峰滷肉飯 滷肉飯大家記得滷肉飯是我們台灣人很愛吃的 對 金峰很出名 我有時候去吃那個主族餐 尤其歐斯的主族餐 不然有時候看到 裡面才會放一頂滷肉飯 每次都喜歡 很開心 對 大家都喜歡 這是我們最最當地台灣的味 所以 尤其我們現在一樓在展覽 最新的外面叫做 赫樓 Mr.Lin 對 跨界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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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媽祖 是媽祖 這是不是這個部分 我們鐵志兄 給我們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我們就是說 一樓這個空間 我們取了一個很文藝的名字 叫陳南藝文空間 No.1 他就是說 過去也有辦一些展覽 那可是我們現在重新打造 我們希望是一個比較年輕化的展覽空間 是可以去每一個展覽 我們一年預計了 有三到四個展覽 都希望是可以跟台灣文化的 某一個面向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第一檔展覽 在九月初推出 就是剛才說這個 Hello Miss Lin 他這個還有個副標題 叫做這個 跨界女神 跨界女神 數位遶境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跟年輕人溝通 就是說跟年輕人來接觸跟理解 我們這樣一個台灣非常重要的傳統文化 而且就是我覺得媽祖 他現在已經在年輕人中 每一年那個遶境 也是蠻潮的一個事情 大家覺得去接觸 我們這種本土的很在地的這種文化的 習俗傳統 變成一個很酷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說 這個主要聚焦在數位遶境上 就是媽祖遶境上 然後我們用了 最重要的是我們用了很多的數位科技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遶境很多彩砲嘛 彩砲 今天現場我們當然不可能在室內做砲 可是我們會用雷射投影 而且那個投影是感應式的 你會隨著你踩到某個地面 那個地面就會出現彩砲的這個投影 非常有趣 而且很適合什麼的 甚至小孩子親子一起去 那他當然還有很多歷史跟教育的 就是用了很多我們的數位科技 所以包括你很多的用手去按 他都會不同的一些反應的結果 所以是因為空間不大 可是他會有非常精彩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結合傳統跟創新 這個是Hello Miss Link的最主要希望的目的 所以英文也故意取 這個好像比較 名稱取這種英文是比較可愛 比較潮 比較潮 年輕人都要比較潮一點 其實希望跟年輕人 年輕人不要覺得 好像媽祖很老口口 其實不是啦 其實真的是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體驗說台灣這種民間文化非常豐富的內涵 其實媽祖齁 我們聽眾朋友不知道有聽到過嗎 叫做台德公道還媽祖部 啊什麼叫做台德公道還媽祖部呢 就是說齁 這團率我就不知道啦 我是聽說台德公又很介意我們媽祖部啦 啊當然買了兩個人沒有做會嘛 聽說是那個媽祖部給他記轉啦 啊再來呢 台德公道惱羞成怒齁 這傻味傻味啊 這不是當作 那些說齁 做神齁 改成這樣不太勒毛這樣齁 那些說台德公道惱羞成怒 所以在媽祖的生日的時候齁 大家 用一段火啦 是 啊用一段火目標是誰 就是說齁 你爭得漂亮齁 我就挑戰把你NG水粉齁 啊把你留一個火 讓你看起來 看我們那個 化妝的那種毛那麼漂亮這樣啦 齁 挑戰把你做 那個落湯雞的啦 是是是 啊所以我來跟台德公成這樣的時候齁 那個媽祖部就挑戰給他刮大風 齁 啊刮風在做什麼呢 就是說齁 你這個 台德公都蓋一塊木子嘛 嗯 補成台地啦 蓋一塊木子 啊就把你 刮大風給你的木子吹走 齁 讓你漏氣啦 齁 啊所以那個 台德公道法媽祖部 是一個我們民間的故事 啊就是說啊 以前 有可能台德公是在 錄媽祖部的 齁 啊沒有錄到 啊現在兩個齁 就這樣有些 有些有趣的事情 齁 啊所以媽祖這個信用齁 齁像現在 台灣最有名的 應該就算是最大廠的 那就是 台嘎媽 齁 啊這個台嘎媽 我相信我們 聽著名字 你應該是 去到任何一個地方 這個媽祖在圓境 圓境 圓境 就有一些力量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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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你 圓境過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 軟腳腳 齁 軟腳腳齁 齁 我是新港 那個 洪天宮 旁邊出事的 所以我最小時候 拜媽祖 你就最了解齁 齁 齁 我是說齁 有時候我們那個圓境的時候 齁 那個 那個 軟腳腳齁 真的那是說 一方面就是說 軟腳腳是說 要把你放棄給你 或是說齁 有的 有打拚 他會把你 給你拚好齁 齁 齁 所以排幾排 你知道我們這樣 在拚腳的時候 那有的 拍下的腳掌太強 要說比較跌跌 要再給你拚好一下 這樣你在拚腳的 比較怕會順 齁 齁 所以齁齁 每一次的圓境齁 其實都很老這個 很趣的 啊 這個 我們的文化總會一老 現在電腦 雖然你沒辦法看到現場 對 但是你來我們這裡走看看 你會發現說齁 那有 那個 軟腳腳 那 齁 啊 你如果過腳踢踢的 他旁邊有 齁齁 齁 就這樣走出來啦 齁 啊再來還有那個 千里幹順風景啊 齁 齁 所以他就是 從這個 文境 齁 那個實質的狀況 用這個 數位 電腦科技 音效 齁 啊 他表現在這個文化總會 一老家 齁 齁 所以我們田中朋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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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電腦的時間齁 齁 快喔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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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文靜的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歡迎大家 有時間,真的要來一下 我們文化中會換新衣服 不一樣的文化中會 要表現給我們聽眾朋友 看一個不一樣的台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是要再說一下 不好意思 總是時間這樣過 等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媽祖後面的後續 還有雙十國慶 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還有一個我們 以前有一個叫匠人 就是說他是專業的匠師 他專心導致 在我們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這些我們文化中會也有 在向他們鼓募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請我們的鐵子上 再跟我們說一下文化中會 對台灣絕對會越來越說 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 歡迎又回到節目現場 我是今天的台班主持人 高雄相見公 康弟傑 為我們大家邀請的來賓 是我們中華 文化中會 副秘書長 張鐵子 鐵子兄你好 委員你好 剛才說到 這個 媽祖文境 是 所以 跟我們聽眾朋友介紹一下 我們台灣 文境比較有特色 當然這台家媽大家都很清楚 我就是說 北港條天宮 和新港鳳天宮 他們怎樣都有 這兩個宮很有趣 因為我新港鳳天宮出事 現在北港條天宮和新港鳳天宮都在說 對一 全媽祖是開代的媽祖 當然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就不去講他們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這張就是說 這兩個 全媽祖都是最早 來到我們台灣的 所以叫開代媽祖 再來還有我們的那個台南 夫僧 我們有一個大天祥宮 還包括北島關島宮 這算北島關島宮 我們算整個北台灣 最早 那一間媽祖廟 另外 這個北山豚 北山豚這個媽祖廟很有趣 就是說他這個媽祖文境 和台家媽文境不一樣 台家媽文境 他這個一般 文境都有固定路線 都生幾個月好 那北山豚這個 宮田宮 他媽祖在文境很有趣 他是沒有路線的 啊 你公圈的機動 還是說 不一定是機動 公圈一般就是說 我們公大圈 那媽祖 他自己想要走去島 他走去島 有時候就說 鄉鄉這間廚 他有時候發現這間廚 可能 有人有 身後悲痛 比較嚴重 他會主動去 所以這個 北山豚這個媽祖文境 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一個媽祖文境 啊 再來更特別的 另外一個就是 蘑菇天祥宮 這個 海上 海上 這間廚 當然 我們媽祖文境 也是 台灣文化 正剛好 我們 文化總會 一樓 有在電欄 電欄到十個 齊十 雙十國慶 大家會記得 另外 我們文化總會 完全不一樣 我們外形三號 那個角度沒有 他們現在設計一個 國慶的一個 主要的視覺 是是是 啊這個部分 是用那個 咖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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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朋友 如果比較多歲 可能聽到 如果比較少歲 可能聽不到 什麼是咖啓 大家可以 在鏡頭前 看一下 咖啓 咖啓 我們 是不是請我們 鐵字相 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文化總會 用這個咖啓 要來做我們 國慶的主事 我要去澄清一下 這並不是文化總會做的 這是 我們整個國慶的 籌委會 他們負責的 籌委會的主席 應該是 蘇院長 那當然文總是 裡面的參與的 團隊之一 那文總就是說 負責了這個 包括跟民間的 設計師來合作 那這個主要也是 我們李厚清 復密書長在負責的一個案子 那當時呢 其實 其實我們李復密 其實過去大家知道 從選舉的時候呢 就會很 會用那個設計創意 包括我們蔡英文總統選舉的時候 找了台灣知名的設計師 聶永貞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 希望是用很多 新的設計師的思維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 雙十國慶 哇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以前就是 大家 我們在台灣 黨國籍 黨國籍就長大 國籍 我們都知道 這次用這種民間的文化的特色 把它解構 可是同時 這個編織又有這個 團結在一起 也是把大家 不分族群 不分地域 大家一起編織 團結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今年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大家其實 基本上在台北 可以看到 有些路登起 已經出來了 嗯哼 所以這個 我們這裡剛好有 線 有FV可以看 對啊 就是說 它這個家製 就是家製地 我記得在小學的時候 我都有用過 現在 比較 文創的商店 也有 現在又重新 很潮起來了 對啊 這個家製地 它是用變的 就是說它要編織成一個家製地 那要橫橫束束啦 所以剛才我們的雙十國賤 這個 這個 這個形狀 剛才和家製地 它在編織這個 概念是一樣的 這個真的很厲害的創意 也希望說台灣 比較團結 賣分東牌 賣分藍綠 對 我們就是說台灣經濟 要讓大家一起打拼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 這也是這個 雙十國賤這個設計 用家製地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對 我們台灣一定要團結 做得來翻譯這個經濟 當然 文化總會 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 所以 這個總統文化獎 還有這個 匠人魂 是不是這個部分 請我們鐵志衆 再跟我們說一下 對啊 你看我們這個 團隊上任拜年 這個事情非常多 大家本來就說 文化總會 好像很爽啊 什麼 爽缺 沒有那麼爽啊 不但沒有那麼爽 很精實 我們很多同仁 之前從國會來 都覺得比國會還累 所以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尤其這個禮拜 就會有大事情發生 就是這禮拜 當然 這個我們會宣布 國慶的記者會 告訴大家 國慶的基本的 很多的重要的一些儀式 另外就是說 在 可能這禮拜 我們會開一個記者會 跟大家宣布 今年總統文化獎的得主 總統文化獎呢 是今年是第九屆 在阿扁總統擔任會長的時候 辦第一屆 2001年 所以兩年一次 兩年一次 今年第九屆 那總統文化獎呢 跟一般的文化獎不太一樣 它並不只是那種 狹義的文化 就好像只有文學詩歌 而是有很多的社會的價值 所以今年呢 每一年其實都有五個獎項 今年我們要重新 稍微調整一下 重新定義 分別有什麼呢 第一個文藝跟雲獎 那這是大家比較可以想像的 文藝 文藝跟雲獎 第二個是人道奉獻獎 人道奉獻獎 就是很多為了長期為這個 不管是偏遠去服務的 或者是為台灣的人權奮鬥的 都是 第三個呢 是社會改革獎 社會改革 就是各種的勞工啊 性別啊 各種的倡議的這種都算 環保都算 那第四個是在地希望 在地希望 這個容易了解 很多社區的改造這個 那第五個是這個 專門針對40歲以下的 我們叫青年創意獎 青年年人 青年創意獎 青年創意獎 可能是設計師 藝術家都有可能 那我們是從那個時候 從五月開始征選 到七月有兩個月的公開征選 期間 所以當時報名的非常的多 各個獎人非常多 那我們是經過兩輪的評審 不是我們總會自己評 都是我們邀請的五個召集人 這五個召集人呢 底下又有分初審跟副審 所以是一個非常客觀公正的過程 那這五個召集人呢 很多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德高望重的一些前輩 包括吳念真先生 他是張兆堂老師 他是很著名的攝影家 包括陳其南先生 包括詹瑋雄先生 以及我們這個 在婦女運動很著名的 紀惠龍執行長 所以他分別是五組的召集人 那分別開了兩次 兩次還是不同的評審 所以是非常嚴謹的過程 重點是呢 我們認為這個五個代表 就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價值 你說社會改革 人道奉獻 社區改造 在地希望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是總統話講的高度 我們希望去表揚這些 在台灣社會中不同努力的人 希望他們是重要典範 所以在這個十月初 我們會公佈得獎者 然後在十一月中的時候 我們會舉辦一個正式的頒獎典禮 也希望社會各界可以關注跟支持 所以十一月中 我們這幾個頒獎典禮 都是我們自己辦的嗎 對 都是我們文總辦的 都是我們文化總會自己辦的 是是是 所以這個表演 就是說我們得獎頒獎典禮 是不是類似金鐘獎 金曲獎 金相獎 有什麼更特別的 要讓我們觀眾的印象更深 你委員完全問到重點 因為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是比較隆重 在總統府裡面頒獎 並沒有變成一個 你剛剛說的什麼 今年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 比較有趣的 豐富熱鬧典禮 而且會公開的 讓所有朋友們可以看到 所以可能是網路直播 可能在電視全部 都可能這個還在評估當中 但總之會跟以前不太一樣 會希望本職的我們這個 換星山的精神做的更有特色一點 五個獎我們都會安排不同的表演節目 來詮釋解釋這個得獎者他的精神跟意義 所以希望他是比較可以面對大家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理解來認識這五個得獎者 所以我讓大家建議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的眾 就是說你如果真正有價值 你要把它做得大 對 包括選團 包括全國的民眾 知道嗎 做得有什麼意義呢 做得第一 你們評審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你要做得這麼大 你評審是真的評出來得獎者 大家都面對金錢看 這個得獎者到底有那個基礎嗎 有那個 含或是有那個材料 剛好可以符合來聽這個獎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說做得大 因為台灣其實 你像我們現在在推動那個 即職交易 我就改由僕要求說 我希望你要幫我做辦一個 即職奧斯卡 譬如說你產學合作 產學大師 你真正是對台灣 這個部分有很多的貢獻 你就給他頒獎做得大 你今天如果獲得這個頒獎做得大 我譬如說產學大師講 你競出來 大家的朋友都在看 你到底競得有說真的嗎 這個真的貢獻有大嗎 而且你說你像全台灣的高雄 我有在開玩笑 全台灣的高雄很多都寫論文 那個自然科學的叫做寫SCI 社會科學的叫做寫SSCI 寫到我們的高雄都一直挨 所以我一直在希望說 你如果全台灣的高雄寫論文 有的是有價待來我們要繼續鼓勵 有的寫論文是為了論文而論文 你如果台灣的高雄有一段以上的人 可以投入產學合作 產業貢獻 我相信台灣的人才這麼多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經濟提升的力量 所以我剛才向高雄寶要求說 這是我在國民黨馬英九時代 要求四年都沒有做 我很堅持的 我就要求四年都沒有做 這第五年 剛才我們高雄寶 現在潘部長 他聽起來 他覺得這真的對台南有說 所以他就發聲說 每年我們為什麼要來頒獎 記者奧斯卡 確定要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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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我們的總統文化獎 是不是可以類似金鐘獎 會啊會啊 我們會把它辦得很熱鬧的規格 這個做好 你要辦給他大 這個領獎的 他我就領到這個獎 我們全台灣人都知道 你們獎者是誰 是是是 那個榮譽感 會會會 那個價格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說這 當時十一月中 是 十一月中這個總統文化獎 正式頒獎典禮 對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希望說 感謝委員的期許 這盡量辦得更好 像金鐘獎金項獎 這樣辦得更大 可能不會辦那麼大 沒那麼多錢啊 但是會盡量辦得有創意 然後跟大家想像的 超過大家期待 讓我們台灣人有印象 不要說辦過的那種 我們都沒有印象 這一定要有 會很有話題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匠人魂 我想說這個剛好跟你剛才那個 有技術教育可以連在一起 這是那種職人精神嗎 對 因為這是這樣 我現在匠人跟技術教育的差別 匠人你說的 這是實在的 一個人他可以咕咕等等導入 一個行業也好 一個東西也好 我其實 我是希望匠人跟科技部 跟經濟部作為合辦 要以產學貢獻為主 因為這三件有比較複雜 匠人可能比較單純 對 這個是還給12月3月的公圈 對 當然就是站在 我要推動拼經濟的角度 我會這樣要求比較大 當然站在文化的角度 這個匠人都有匠人的特色 所以這個匠人魂這個部分 我們的文化總會也一直在推動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也不只是文化跟經濟的分別 匠人魂其實講的是一種精神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那種 執著打拼奉獻那個精神 所以我們有這個匠人魂其實 還沒跟大家正式介紹 就是我們會拍一個短片 每次三分鐘 在講一個台灣的某一個領域 一個行業的可能是老師傅 可能是年輕人 他就一生懸命執著做好一件事情 目前我們已經推出兩支了 第一支是一個雲林北港老師傅 92歲了做那個掃腳 很厲害 然後他就說他怎麼樣做手工 第二個是衝浪的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這三個字 這樣很難 這個掃腳那個 你如果在看文鏡都有 這聲明文鏡 對對對就是這個 他就是拿著一支 要彈彈彈彈 對 影片裡面都有拍 我們影片都有拍 那種的就是掃腳 對對對 再來乘風破浪的 這個 有一個叫無家字 是 他是算年輕人 算比較新的這台 對 中年人 但是他就都在衝浪 他自己也做衝浪板 所以就是說 一個人一投入這個部分很固定 還有得色 我們那麼就台灣叫 台灣的隔壇 台灣的隔壇 我們文化總會 他把他們的故事都做成短片 是 呈現出來給我們國人看 好 很好 我們文化總會今天 我相信聽這種朋友 一定有稍 比以前更了解 一定 我們希望大家有時間 注意一下我們文化總會的一些新聞 是 臉書官網都可以 繼續打拼 把我們台灣文化 可以退後更好 好 謝謝 今天感謝我們的文化總會 我們的副秘書長 我們的張鐵志 副秘書長 感謝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 我們會在拜日 空中再會 感謝 拜拜 感謝